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课 第三课没有对话 第三课的话是一些自我介绍 以及一个关于希腊的介绍 第三课标题 Mathema Tria 我们来学一学第三课该怎么说 在这之前第二课我们学了个2 你还记得怎么说的呢 叫Zio Zio 2 那么这回来个第三叫Tria Tria 3 当然这里你学到的是三的一种形式 三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先学一个叫Tria Dio 2 Tria 3 所以第三课 Mathema Tria 好来看第一段 第一段叫做Fedis Fedis 学生 那听听看这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呢 GiaSas EmeoAleksandros EmeEllinas EmeFedis OpaTeRasmuEneKaTiGiTis ImyterraMuEneKaTiGiTria OAdeLfosMuEneMeHanikos ApoDoEiFiliMuYAthinA 好的 那么这是一个男版的学生 男版学生叫Fedis 为什么要强调男女 因为男女版这个词它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写法上略有不同 你会儿你马上要 马上要预得到 而且这个也是本课的重点之一 就是你要有意识 哪怕是同样的一个单词 它如果是男版和女版的话 形式是不同的 Fedis 男学生 来看看Alexandros他在说什么 Yasas 又来了 你好 我们上一次课有学过说 如果是两个关系非常近的人 同辈 朋友之间 简单的说声嗨 怎么说 你可以接用 Yas 你可以说Yasu 而比较正式的场合 比较正式的场合 这是一个应该比较正式的作业上 那就是Yasas Yasas 好喽 一枚O Alexandros 一枚O Alexandros 那前面有个O The T-H-E 他说我是Alexandros Alexandros 不是某一位 而是我的名字 这是特定的 特定的 所以前面加个O 你同意应该用O吗 男版的是吧 男性 所以O 接下来 Ime Elinos Elinos 男性的 男版的Greek 希腊人 希腊人 同样一会儿你可以看见 女版的写法上 有点不太一样 Elinos 在Elinos前面 并没有一个O 因为这个地方 并不是那一位 而是 就是一位 我是一个 这样一个非定制的情况 可以不写那个O Ime Elinos 接下来 Ime Fedidis 同样是 我是一个学生 Fedidis 后面是一个 Is的结尾 O Baterasmu 来看看 怎么说 爸爸 本课的词汇里面 你要学习一些家庭成员 比如说爸爸叫 Bateras Bateras Fater 英文的话 你直接说My father就行 但这个语言你要说 O T-H-E 然后Bateras 接下来 Mu Mu是My 那你还记得怎么说 I吗 在上一课我们学了 人称代词的 I 叫 Ego 叫Ego 所以 怎么说我的爸爸 叫 O Baterasmu O Baterasmu 它是一位中学的老师 这是男老师的形式 Gaterasmu 马上你要学到妈妈的版本 就女老师版 往下看 I Meteramu 来学学 妈妈怎么说 Met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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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既然是女版的 那前面的T-H-E又不太一样 后面的Mu倒是一样的 我的 说我的妈妈 Imitteramu 怎么样呢 叫Ine Gateria 好像前面有遇到过 是吧 第二单元的时候 第二课的时候 从今是学过这个词了 Gateria 比较一下 女老师叫Gateria 男老师叫Gateria Gateria 所以尾巴上有点不太一样 是吧 这个尾巴是T-H-E 这个尾巴是D-H-E 或者说Is 这个是R-H-E 这样一个尾巴 接着看 另外的家庭成员 叫 O 阿德尾巴斯 阿德尾巴斯 来学学 兄弟看看怎么说 阿德尾巴斯 阿德尾巴斯 那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前面加一个T-H-E O 男版 后面是Mu 所以我的兄弟呢 イネ 它是 ミハニゴス ミハニゴス 这是很有趣味的词 ミ 哈 ニ ゴス ミハニゴス 我们用 这个英文字母 来把它 转写一下看看 ミ M 然后 E 用一个E来表示 接下来 我们用CH 接下来 阿 ニ 最后 K 所以就是英文的 Mechanic 看见吗 Mechanic 在这里呢 翻译成了一个 Engineer O 阿德尔佛斯姆 イネ ミハニゴス 就我的兄弟 是一个工程师 最后 阿波道 イフェリム イアゼナ 阿波道 阿波 字面上是 from 从 从哪儿 从 道 道是 道的一个 缩短版 所以从这里 换句话来说就是 而这里这一位 或者这一位 这一位 怎么样 イ 这是男朋友 还是女朋友 看得出来吗 前面是个 对吧 这是女版的 所以这是女性的朋友 费力 我的女性的朋友 叫什么 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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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好我们最后 跟着 Duin再来 Duiz 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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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我们讲得 稍微详细一些 后面呢 就简单了 来听听 第二个介绍 来看看 他的作专介绍 是怎么样的 在这个地方 我露了一句话 Yasas Ime Iathena Ime Elinida 重点来了 Elinida 女版的 女版的 希腊人 再来回顾一下 说男版的希腊人 是 叫 E Linas Elinas 这是男版的 希腊人 那么 如果是 女版的呢 E Li Ni 接下来 Za Elinida 女版的 希腊人 所以你有看见 不太一样 是吧 这个是 Elinas 有一个 As 这里面是 Elinida 有一个 Ida 这样一个情况 帮我走 O Paterasmu Ine Jatros 说我的爸爸是个医生 Jatros 在 之前有遇到过 妈妈呢 I Miteramu Ine Nosokoma 学到了另外一个职业 学到了另外一个职业 护士 Nosokoma 接下来 I Adelfi Ine Daskala Daskala 老师的另外一种形式 Daskala 而更重要的是 前面这个地方出现了我的姐妹 当然这里我们估计应该是个姐姐了 Adelfi Adelfi 来比较一下 如果是兄弟叫什么 A ZL Force 而如果把Oth变成了E 中音还在这儿变成了E 那就变成了姐妹 I Adelfi Imu Ine Daskala 我的姐姐呢 是一个 老师 我们再把它 一款度一次 Giaças 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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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inida Ime Ellinida Ime Fididria Ime Fididria 这里露一句 但是很好写 就是 Ime 加上这个 标题 Fididria Ime Fididria O Paterasmu Ine Yatros O Paterasmu Ine Yatros I I Mitera Mu Ine Nosho Koma I Mitera Mu Ine Nosho Koma I I Adelfi Mu Ine Daskala I Adelfi Mu Ine Daskala Kan 下一个 Dosera Ciao Filosofos 是一位 哲学家 我们看看他是谁 Gia Sas Ime Socratis Ime Elinas Ime Filosofos 他叫 Socratis 首先是 Filosofos 学着看 是吧 这个 哲学家 这是英文的 你会发现 简直就是 他的一个翻版 因为本身 这个词 就是通过 希腊文 这样 对着 转写过来的 Filosofos 往后走 Yasas Ime O Socratis Socratis 学这个吧 Socrati 怎么说 Socratis 往后走 Ime Elinas 我是一个 希腊人 显然 Socrati 是南地 O 那这个地方 就用了 南版的 Elinas 最后说 Ime Filosofos 我是一位 哲学家 我们应该再读一次 Yasas Ime O Socratis Eme Elinas Eme Filosofos Yasas Ime O Socratis Eme Elinas Eme Filosofos Vilosofos 往后看 下一个 Uu 这个就有点唱 Tragudistria Tragudistria NU GESO 我们来看看 它是怎么做 自我介绍的 Yasas Ime I Maria Ime Elinas Ime Tragudistria 它说 Yasas Ime I Maria 它的名字叫 Maria 然后 Ime Elinas 我是 女版的 是吧 希腊人 Elinas 最后 Ime Tragudistria Tragudistria 女歌手 你能看见这个地方像个女的 看得出来吗 后面是不是又有一个 Triya 这样一个情况 Tragudistria 女歌手 我们再来把它读一遍 Yasas 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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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nas Ime Elinas Tragudistria Yasas 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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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a Ime Elinas Ime Tragudistria 往后看 往后看 下一个 叫 Isobios Isobios Actriz 女的演员 诶 可能细心的你会发现 这不是女演员吧 女演员怎么会是个 Oth 有例外 有例外 我们先把下面听完了再说 Yasas Yme Ime El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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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说什么 Yasas Yme I Meline Tragudistria Me Elinas Elinas Yme El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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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bios Que Politikos 嗯 他是一位 演员 并且还是一位政治家 Politikos 看着演员什么 Politikos Politikos 然后你会发现 明明是个女的 女的却有个 Oth 和Oth 的词维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想法是 因为 一个 Estibios 和Politikos 这都是 古老的 由男人 统治的 这样一个 职业 所以 这种职业 在古时候 是只有男性参加 所以它只有 阳性形式 它没有阴性的形式 而这种情况 一直保留到了 现在的希腊语里面 那么就是男女通吃 男女都用 这个形式 同样你能看得到 在 这个 音频上面 这个地方也是给出 男演员 女演员 这个标题 所以 说明这个 它是不分家的 男女 都是一个形式 以臣ποιós 这可是男 也可是女 我们再跟着他一会儿读一次 下一个 下一位 这位叫 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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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这个词music 是来自于希腊神话里面 慕斯 文艺女神 艺术女神 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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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是谁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 我认识 你们听过一个首歌叫做正国天堂 我认识 人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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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都是南版的请你注意 比如说 前面有一个O 这个地方 南版的 接下来 我啰嗦一句 这个地方它的名字 然后有两个哈玛 两个哈玛在一块的时候 就是一个嗯 就是一个嗯 所以为什么 不是翻成 这个瓦格里斯 而是一个范 还有一个鼻音在里面 往后看 这个叫 诶 你看到了后面又是 Dria 或者说有个Ria 说明女的 你的女士人来了 来听听看她是怎么说 自己的 不对 瞬息搞错了 这个 你会发现非常明显的发现 这个剪辑的一个结果 前面 YASAS显然跟后面 这三句不是同一个时期录的 前面 YASAS用了好多好多回 YASAS 她说我叫 我叫Kiki 我叫Kiki 再往后走 Yme Elinida 女版 Yme Pietria Pietria 女士人 女士人 另外呢 可以多啰嗦一句就是 这个诗人 诗歌 这个词 这个词 它本义其实 做出来某个东西 制作 制作这个词 make这个词 所以似乎 也有书本这么说 在古希拉人眼里面 做首诗可没有那么浪漫 就跟生产一双鞋 生产 生产一点什么别的东西 是一个道理 往后走 下面又是一个 Muzi 又来 又是一个 Muzi 而这回 他是哪个国家的呢 YASAS Yme 他说 YASAS Yme O BRAIAN 他说 我叫 BRAIAN 这回 他叫 BRAIAN 我们来看看 这个名字 提醒一句 发音规则 如果我真的要给出一个 B 这样一个东西 或者说 发音一个 着福音的 B 那我需要两个字母才够 也就是 这个 再加个这个 两者栽块 才真的是个B 而光是一个这个 是轻辅音 所以你要发出着福音来 要一个 M 再加上一个B 两个在一块 B 所以 BRAIAN 怎么拼 包括我自己 我要拼BRAIT 我最开始 我也需要一个这个 BRAIAN Ime O'BRAIAN Ime Ganados 他是一个加拿大人 Ganados 而且是个男的 你看得出来是男的吗 Os 对吧 Ganados 接下来说 Ime Musigos 我是一个音乐家 我是一个 音乐家 Musigos 好 刚才忘了一件事 一块来 读一读看 回到刚才的东西去 是 Gyāsas Eme Ickiki Eme Ellinida Eme Piyitria Gyāsas Eme Ickiki Eme Ellinida Eme Piyitria BRAIAN Gyāsas Eme O'BRAIAN Eme Kanados Eme Muzikos Gyāsas Eme O'BRAIAN Eme Kanados Eme Muzikos Eme Muzikos 我们来看看这又是谁 Gyāsas Eme Icelin Eme Kanadēza Eme Tragudistria Gyāsas Eme Icelin 这个人叫 Selin 往后走 Eme Kanadēza Kanadēza 女版的Kanadēza 男版 刚才这位 Kanados 女版 Kanadēza Eme Kanadēza 接下来 Eme Dragudistria Dragudistria 我是个女歌手 我们一块再来 Dude Gyāsas Eme Icelin Gyāsas Eme Icelin Eme Kanadēza Eme Kanadēza Eme Tragudistria Eme Dragudistria 往后走 接下来 哇 这回就多了 是吧 关于雅典的一个介绍 我们先来看看雅典怎么说 E Athena E Athena 小心啊 她跟我们的那位女孩子的名字 Athena 听法上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 重音方的位置不一样 女孩子 Athena 重音在最后 Athena 而这个地方是城市 城市名字 重音在中间 叫Athena E Athena E Athena Gyāsas 接着往下 有很多很多行 那么我们 E 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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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h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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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下文,似乎说this is 会更好一些,是吧? afdi,afdi in e athena 跟后面的i保持一致 后面的是阴性版的i athena 所以前面也要用阴性版的afdi afdi in e athena 接下来afdi in e agroboli agroboli 这个被称为卫城 雅典的卫城 i agroboli 所以前面仍然是afdi跟后面保持一致 再往下走就不太一样了 afdos in e o barcelonas 小心啊,barcelonas可不是barcelona barcelonas,这个是patlon神庙 说afdos in e o barcelonas 为什么这回是afdos 前面的afdi跟后面保持了一致是阴性 这里面afdos,什么心 后面是o,看见了 后面是o,所以o呢 说明这是阳性 阳性叫afdos 我们上面写一写看 阳性叫afdos afdos,hi,或者是阳性版 this afdos in e o barcelonas 再往后走 afdi in e i archeia agora afdi又来了 阴性版因为后面是i 他说这是什么 archeia 古老的 古老的ancient 然后ancient这个词非常有用 一会我们的考古那个词 叫做archaeology 你还会碰到这个词的 archaea agora agora市集 plaza agora 这是一个古老市集 或者这是那个 应该说这是那个古老的市集 再往后走 afti in e i blaga afti in e i blaga 这i blaga 是什么 你又跟您自己去看说 这个地方 我就不意义的去考证了 我以为是对 所以现在那么那么的 show 再往后看 接下来的五个 afto in e to mo na sti ragi aftos in e to mo na sti ragi aftos in o lica vitos afto in e to sīnταgma afti in e i vuli afto in e to ko na afto in e to mo na sti ragi nama zui mo na sti ragi 是什么 deo gani nama 前面的部分 仍然只是强调 a要保持一致 afto和这里的do 保持一致 这是什么 中性 af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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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it 或者中性的 this 所以目前来说 三个 你都学完了 afti aftos afto afti aftos afto 那么 she he it 或者说 我们把这三个顺序调一下 一般来说是喜欢把这个放中间 那就是 aftos afti afto aftos afti afto 除此之外 还有三个 这个 the 我们也都出来了 比如说 这个音性的这个 e 阳性这个 o 和中性这个 do 都有了 是吧 阴性 e 阳性 o 中性 do 或者把这个放中间去就是 o y do o y do 他说 afto i ne do monas di radi 接着走 afto i ne o o 这个地方显然少打了一个字母 你能看得出来吗 少了个谁 aftos 啊不是这个 aftos 这个地方少打一个 少打一个sigma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后面这个地方是o 所以这个地方是少了一个sigma 应该说 aftos i ne o ligavidos ligavidos 留给你去探索了 这么后看 afto i ne do sigma sigma 来看看这回是什么 说 这是 do sigma sigma 被称为宪法广场 为什么要单独拎出来 虽然我对这个也不熟 但 因为你的后面的课文里面 要反复出现这个词 所以 这个大概是你会 记得很熟的一个叫sigma 还记得吗 这个东西 它的读音 当我的 ra 又放在了一个 很奇怪的东西 之前的时候 在一个 me的前面的时候 这样一个 不是gma 而是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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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sin dangma 或者你如果仔细听 它的那个读音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 这样一个东西在里面 sindangma 接下来 afti ne i vuli 国会 i vuli 国会 我号称 afto i ne to koronagi koronagi 又是一个什么什么地方 再强调一次 你的前面 aftos afti afto 要跟后面的 保持一致 阳性就应该接阳性的 中性 就是中性 阴性 就是阴性 这些 三个形式 和后面的 三种 the 你记住了吗 好我们再往后面 接下来的 五个 afto afto 跟后面的 do 是一致中性 然后 banibistimio 再往后走 afti ne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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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liothi ne i 这个地方 vivliothi ne i library library 这是 ethne g 我们来写 a th ni g ethne g a 就是这个了 th 我们用th 接下来 n 接下来 这个 接下来 这个ethnic ethnic 英文的ethnic 那这就是national the national library vivliotica vivliotica 这个我知道它的 这个意大利语叫做 vivliotica vivliotica 那就是这个应该 很大有观点才对 下面有一个书 前面有一个书叫 这个vivliot vivliot 这个是书的意思 其实 还来自于那个 如果没记错的话 斐尼基文 斐尼基人把造书的这种 草纸 或者这种材料 叫做vivliot 后来就用这种材料的名字 就定义了书 再往后看 说 aftor in eto olimpiago stadio 这个好看 叫 olimpiago olimpiq 然后是 stadio stadium 不难吧 是吧 stadium 不过这个地方 它翻译成了一个露天的竞技场 所以我把它用了一个叫做amphitheatre 或者amphitheatre 这样一个情况 露天竞技场 这个被称为 olimpiago 露天竞技场 olimpiago stadio 再往后看 afti i ne i odos akademias 这个是什么 街 道路 odos odos 这个是个很好玩的词 它是一个os 词尾 但是它是一个音信词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例外 i odos 什么路 叫akademias 就是这个academy academy 学院 是吧 再往后面看 叫做 afti i ne i leoforos basilisis sophias 这回来一个什么什么大道 这里有一个女王 女王 vasilisis 什么女王 sofia 女王 sofias vasilisis sofias 然后 leoforos 大道 这是 sofia 女王 大道 这往后 后面的 最后 就要 还剩 两个了 afto 阿黑哟 阿黑哟 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啊 在前面 古老的这个地方 曾经出现过 叫阿黑亚 看见了吗 阿黑亚 所以这就是古老 古老的什么 罗伊古 罗伊古 这里指的是考古 考古 所谓的 archeological archeological 请你照着它 用英文搬一遍 你会发现是一样的 我们来试试干吧 阿 就对应一个阿 英文字 阿 然后 是 ch 接下来 r 接下来 k 然后是 o lo igo 或者 logical 这样可能会更好 archeological 考古 考古的 然后呢 museo 这个也很容易啊 这就是museum 博物馆 国家考古博物馆 ethnigo archeological archeological museo 最后一个 afdi inei ethnigi binagosigi binagosigi 这个是艺术馆 艺术 这个就是一个国家艺术馆 ethnigi 为什么前面是ethnigo 这里要变成ethnigi 要跟谁保持一致 要跟这里的e保持一致 其实 这是一个阴性版的 national 这是一个 这个中性版的 ethnial 不是 ethnial 叫做这个 national national 然后学一学吧 这个 呃 艺术馆怎么说 binagosigi binagosigi 这个地方你又找到了一个 sigi 跟前面这个地方的 vibliosigi 同出一辙 表示某个馆 某个地方 binagosigi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刻的 课文就说到这个地方 相信你还需要再反复一些东西 然后再加强一些东西 但是我想最起码的那些你要知道 是吧 我们学了一些阳性性事 一些阴性性事 你就算记不住那么多 但是你要有这个意识 它可能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还学习了一大堆的 比如说他 或者是这个 有阳性的这个 阴性的这个 和中性的这个 要小心要怎么样 跟后面的保持一致 好的 我们这一刻到此为止 下一次课见 拜拜